每当秋高气爽 徐乡四溢的时候 正是中国人过重阳节的季节 但是生活在没有四季的洛杉矶 人们又应该去哪里寻找秋天的味道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 秀色可餐素食餐厅品尝一下吧 感谢大家来到秀色可餐餐厅 今秋十月 当柜飘香秋高气爽 我们刚刚度过了中秋佳节 我们又迎来了 爱老敬老的九九重阳节 在重阳节的这个日子里 让我们一起来谈论一下 如何关爱我们的父母 或者说我们老年朋友自己在家 如何来保健我们的身体 那么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探讨一个话题 就是健康 大家对于健康的标准是什么 大家心里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呢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从中国传统医学上说 健康是有四大标准的 就是非常简单 第一 吃饭有胃口 第二 晚上睡得香 白天有精神 吃进去了还能排得出来 这样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 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自我的感受一下 您在哪个方面有问题 或者你四个方面都满足了这个标准呢 很多朋友说 我睡觉睡不好 我吃饭又没有胃口 然后吃完了还 吃饭排泄有问题 那怎么办 我们在这里特别想推荐大家的是 我们有一句最好的良药 是什么药呢 就是您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自身的恢复力 免疫力就是最好的药方 真的吗 很多朋友说 我的身体得了病之后 它们很难恢复呀 这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 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不良的生活习惯 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让我们的身体负担非常的重 所以我们自身的免疫力 修复力就变差了 在这里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是 如何来恢复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力和修复能力 和自我的疗愈能力 就是要给我们的身体进行减负 那给身体最好的减负方式 在这里就是饮食 我们都说病从口入 药也从口入 那么注意了吃什么和怎么吃 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减轻肠胃的负担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上了年纪身体的机能代谢都慢了 稍微吃一点肉食 或者吃得多 就发现我们的胃部有很多的不舒适的地方 或者觉得哎呀 这感觉肚子就胀得慌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的确是这样 我们身体年龄大了之后呀 我们自己的免疫力 或者说我们肠胃当中的消化酶就降低了 所以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也很难得以消化 那食物在身体里没有消化 它残留在我们身体中 慢慢的就会变成一种毒素 在内脏中的毒素 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现在说的肌瘤 肿瘤 那么在血管里的毒素 就会变成高血脂 高血压 糖尿病也就来了 所以给身体减负 就是我们今天要倡导的第一个概念 我们在这里倡导一种 老年人的饮食健康方式就是吃素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吃素能够有利于我们身体肠胃减少负担和压力 让我们本来就非常稀缺的消化酶 或者身体能量 可以运作到我们身体的其他部分 让我们更好的激发自身的免疫力和疗愈能力 所以说我们这里有句口号叫做 往后余生都吃素 年年岁岁又重阳 今天我们要讲一下这种名字 魂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叫魂的生活 因为 这种猪狗会变成后 这种猪狗会变成最终的状态 所以这种猪狗会变成最深的状态 当他们变成最终的状态 他们把猪狗会变成全食 而且猪狗会变成全食 所以我们选择这种猪狗会变成 VGETERALM BEST 这是一个 teu是 由天时的Cave 所有人都赶到全部的 由于地球 所以我们选择这种猪狗 我们选择箱的猪狗味 是Lario Terry Rhizum 我们裨是希望保持所有的 些猪狗味 所以我们选择 我们使用两种食材来充满的食材 我们只用两种食材来充满的食材 是芝麻和芥末 和柠檬的肉 来充满的食材来充满的食材 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就要说 吃素可以呀 可是吃素会不会没有营养呢 那在这里我想纠正大家一个观点 就是素食很多的瓜果蔬菜 它本身就具有人体 异于人体吸收的各种氨基酸 蛋白质 纤维素和钙铁 星稀等等微量元素 重要的是我们要如何来搭配我们的素食 让我们的身体又能够零负担 又能够吃的有营养 在这里给大家推荐我们当家招牌菜 相思美人 我们以这道菜为例 来看一下如何来搭配我们的药食养生的 那么我们要知道不同的蔬菜 它有自己像人一样 它有不同的个性 不同的脾气 对我们的身体的这种契机 又有不同的养生作用 那么在这里 我们的相思美人 就选用了很多的香料 有香叶 百里香 孜然 黑胡椒 这一些香料在我们身体当中起到的作用 就是芳香开窍 行脾开胃 我们的胃口有了 我们就加入了土豆 别小看土豆 它富含着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有助于我们身体更加的强壮 那第三我们里面还加了什么呢 还加了最著名 所有中国人都知道的去湿配方 红豆和一仁 红豆一仁水喝起来很寡淡 可是我们做进了这道西方料理的食谱当中 就非常的好吃 红豆一仁去湿 进一步的来减轻我们身体的负担 那最后我们还在里面放上了一样 我们西方人特别爱吃的起司 在这里要特别的想要推荐大家吃起司 好 为什么呢 因为多吃发酵性的食品 有利于增加我们肠胃当中的消化酶 和我们的发酵的酵素 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身体来消化 那听着很复杂 说我们自己又不懂中医 我们又不知道怎么配这个 这个药食同源这样的方子 该怎么办呢 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原则 叫做一方水土 养一方人 吃硬剂 硬地的菜药 怎么说 就是不要去吃进口的食材 不要去吃反季节的食物 我们尽量地吃本土产的 本季节的食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身体就可以顺应 我们所生活的自然环境 真正做到天人合一 我们不追求稀有的 我们只追求本土化的 那么如果做到这样 在家里不花任何钱 注重我们的饮食健康 我们的身体 自然就可以获得非常好的滋养 我们老年朋友的失眠问题 一定是非常困扰大家的一个问题了 那么如何来解决失眠 多梦 逆醒 这样的问题呢 首先 我们除了吃素 我在这里推荐 少吃 因为啊 我们中医上说 胃不合 则寝不安 我们的脾胃当中 有很多的压力 要去工作 所以啊 就会导致我们身体 没有办法睡得香 睡得稳 所以建议大家晚餐要少吃 那还有朋友说 我晚餐是少吃了呀 可是依然睡不着 那是怎么回事呢 那在中医上说啊 这就是您心肾香焦方面 出现了问题 如何去做呢 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睡觉之前 拿出我们的手掌心 我们的手掌心 有个穴位叫劳宫穴 对应的是我们身体的心包经 那么在我们的脚底心呢 又有一个穴位叫永泉穴 对应的是我们身体的肾经 如果我们拿出我们的右手 去按摩和揉搓我们脚底心的永泉穴 就可以很好地来帮助我们身体 进行心肾香焦的过程 从而让我们身体更好地 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大家回去 今天晚上就可以试一试 如果您的头痛是出现在后脑勺 或者说是太阳穴的位置 那么在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办法 能够驱除因为风寒导致的头痛 在我们的人体的两侧 我们双手自然垂下 在我们指腹搭着的大腿的这个穴位的位置 有一个叫风室穴 听着名字就知道 把所有的风都集中在这个位置 叫风室穴 如果头疼 教大家双手握拳 我们可以自己来敲打我们的风室穴 或者请我们的朋友 帮你一起来敲击 我们大腿外侧的这个风室的穴位 很好的就可以缓解到我们头痛的问题 除了关心生理健康 我们老年人的养生 更应该关注情智情绪的调节 那么如何来保有一个非常愉悦平和的心境呢 我们都说中国式的父母非常容易操心 有很多舍不得放不下 很多焦躁和烦恼很容易发脾气 我们该如何去做 很多人说遇到事情 我真的控制不了我的情绪呀 那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 那是因为您的身体不够通畅 您的肝筋 您的脾胃 您的肾气不足 才会导致您有很多的烦躁的情绪 在这里我们通过食疗的方子 就可以来帮助您 很好的缓解我们的情质上的压力 在这里推荐我们秀色可餐餐厅的 另一道招牌的汤 叫做忘忧汤 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忘忧汤是一个能够让我们 敌除烦恼 清凉自在的一个家品 我们是如何做的呢 来听一听 我们说要滋阴 才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更好的通畅 来达到情绪的调节 我们选用了 在肾脏的滋阴方面 最好的食材就是黑大蒜 还有就是我们秋冬常用的板栗 这两块食材是非常好的 能够帮助我们滋阴我们的肾脏 让我们的肾部的气息更加的充足 那么另外我们还加入了忘忧草 宣草花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外国人就是说的小百合 那我们中国人说的就是黄花菜 别小看这个黄花菜 它可是在我们中医上 有非常好的清新去烦的作用 能够更好的来帮助我们 抵触我们的烦恼和苦闷 那在这款汤里面 我们还加入了一个非常好的食材 就是我们加入很多绿色的蔬菜 为什么要吃绿色的蔬菜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中医上说绿色是有很好的 蔬肝力胆的作用 那么我们人体的肝胆的气息充足了 就可以让我们少生梦气 更加的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情 肝胆和肾气都补足了 我们还缺一个 就是我们的脾胃 如果我们喝这个用西方的 把这些食材打成我们的 比较容易消化吸收的汤类 就可以溢于我们的脾胃的吸收 让我们的脾胃可以吸收到更好的营养 脾胃好了我们的身体啊 就可以很好的不用去纠结一些事情 更加的轻松和自在 所以通过食材的搭配 就可以让我们疏通经络 让我们更好的保持一种 甜淡虚无 更加从容自在的生活状态和心理健康 再教大家一个在家就可以 有手就可以做 还不花钱的养生的小诀窍 就是神仙柔腹法 那我们在这里特别关注 饮食健康跟脾胃减负 我们平时的时候的运动养生 很难去接触到我们的内脏运动 怎么让我们的五脏六腹能跟着动起来呢 在这里介绍一个好的方法 叫柔腹法 怎么柔腹 就是建议大家以平卧的方式躺着 然后呢 用我们的双手交叠在我们的肚脐上 顺时针柔搓101次 再逆时针柔搓99次 那么这样在睡觉之前 以及早晨醒来之后 各做一次 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内脏 五脏六腹的运动 让我们的气肌进行调和 同时呢 也能够抵触我们的成就 换心 让我们的这个五脏六腹 进一步的减负和增加它的运动量 很好的有去病延年的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